现在的浙江省杭州市七峡岭南路 西湖西北角有一处景点 杭州岳飞庙 去过西湖的人想必也去过此地 这是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的纪念庙 对于岳飞呀 不少人也不陌生 尤其是他背后次次的故事 更是感染了无数人的好情 岳飞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英雄 但是岳飞离开得很冤 当然也不止 他身为将军 没有牺牲在战场上 反而被人陷害 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冤而亡 着实让无数人义愤填膺 既然说到了岳飞的去世 又不得不说秦桧 此人是陷害忠良大臣的最佳代言人 而岳飞就是给他谋害的 后人为了替岳元帅出口气 特地做了秦桧等人的铁像 让他们永世跪在岳飞墓前忏悔 首诗人唾骂 不过谋害岳飞的罪魁祸首 并不是只有秦桧一个 细细算来应该是一群人 具体有谁呢 其实看看现在岳飞墓前跪的人就知道了 现在的杭州岳飞庙 岳飞墓前一共跪着四个人 即陷害岳飞的秦桧 王氏 张骏 万四谢四人 岳飞庙前有一幅银帘 上面写着 青山有幸埋中谷 白铁无辜 助宁臣 而这宁臣 说的就是谋害岳飞的秦桧夫妇 及其党羽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 岳飞墓前原本跪着的是五个人 可是现在只有四个人的铁像 是谁不跪了呢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为何此人可以不用跪了 是人们误解了他 还是另有隐情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史料危机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跪在岳飞庙前的这几个人 不过说此之前 我们还得先看看 现在依然在岳飞墓前跪着的四个人 他们都做了什么事 秦桧和王室 秦桧很厉害 至少在当时做到了指手遮天 他是南宋初期最有实权的人物 曾前前后后担任朝廷的宰相19年之多 这样一号人物 不思如何挽救朝廷面临的危局 而是一味的主和 割帝 称臣 纳贡 是秦桧对待金兵的三大法宝 而岳飞刚好是和他相反的 岳飞认为求和就是妥协 而妥协却换不回和平 因为贪婪者总是不知道满足的 所以岳飞的态度就是战 只是可惜啊 岳飞有心而无权势 他的呐喊最终成为了被秦桧施加莫须有罪名的借口 最终秦桧谋害了岳飞 还有一点是秦桧十分了解当时皇帝赵构的真实想法 一旦打赢就会赢回被禁的帝王 如此一来 赵构的身份就会非常的尴尬 更重要的是 虽然当时秦桧是宠臣 也是权臣 但是绝对没有能力可以左右宋高宗的 但是了解宋高宗心思的秦桧和高宗可谓是一唱一和 在秦桧看来不除掉岳飞难成何意 所以才使得岳飞含恨而终 所以岳飞被害 秦桧难辞其咎 王氏是秦桧的妻子 秦桧和岳飞的离世有关 我们还可以理解 但是为何秦桧的妻子王氏也被制成同仁跪在岳飞墓前呢 这是因为王氏的家族中很多人详金 有人猜测 在秦桧被掳后王氏详金 另外 秦桧虽然权倾朝野 但是他却非常的拒内 所以王氏对他有影响 除此之外呢 在针对岳飞仪式上 秦桧之所以给高宗出谋划策 建议他将岳飞收监 也是因为受到了王氏的建议 因为王氏说 富虎容易纵虎难啊 而秦桧听了王氏此言 才立即下了决心 取过纸笔 写了术语 折好 派一名干练的家仆 秘密将这封信交给玉立 这天晚上 传出了岳飞的去世的消息 所以岳飞的去世 王氏也脱不了干系 所以在全国各地 几乎有秦桧跪着的地方 那就一定少不了王氏 张骏和万四县 张骏是个很有才能的将领 与岳飞 韩世忠 刘光氏 并称南宋中兴四将 原本也是战功累累 比如 他曾经在宋徽宗时期 就已经多次参与到对西夏的作战中了 还领军镇压山东 河北农民起义 曾经随军远救中原 张骏也是积极的主战派人物 可是就是一个战功卓著的大将 却因为一时贪念 令自己遗臭万年 张骏在为政上 远远比岳飞来得更加圆滑 这让张骏在宋高宗和秦桧眼里 异常可爱 在绍兴十一年 宋高宗因为一赏浙高之功 升了张骏的职位 张骏被升为书密使 而岳飞却被升为副书密使 韩世忠是名将 执掌军权 可宋高宗和秦桧二人 在当时就已经有了议和之心 所以并不打算兴兵 也不打算重用主战的将领 善于揣摩上意的张骏 开始首先提出收纳宣辅斯兵权 郑重高宗和秦桧的心意 所以韩世忠和岳飞被免职 收回兵权 除此以外呢 张骏还协同秦桧 在当时推行对金的启和政策 并且还帮着伪造了证据 使得岳飞蒙冤 万四谢 此人如果不是和岳飞挂上的关系 历史上或许能知道他的人很少 他在正合二年中举 在他任职湖北提点刑玉侯的时候 投入秦桧门下 之后开始担任监察御使 而这样的位置 为秦桧诬陷岳飞处理不少 因为监察御使 有检查百官之权 在绍兴十一年 以秦桧为代表的主和派 和以岳飞等为代表的主战派 开始了纷争 但是 在议会到宋高宗并不愿意应战的想法后 秦桧开始蓄意诬陷主战派 立主达到议和成功 于是 秦桧的手下万四谢 在谋害岳飞这件事上也是处理颇多 许多诬陷岳飞的证据 就是此人费尽心思找出来的 如 他谎报军情 逗留怀惜 弹劾岳飞对部将说 山羊不可守等多项罪名 上乘给高宗后 致使岳飞父子和张献等被害 秦桧赢得了此次朝堂争议的胜利 不过此人却积极贪婪 原本只是依附秦桧 后来却与秦桧争权 结果遭到了罢处 但他对岳飞的构陷却不可忽视 所以万四谢跪在岳飞面前 也是应该的 罗汝吉 上文中提到的四个人 都是现在仍然跪在岳飞 目前的人物 而原本五个人中 另一个就是罗汝吉 在公元1131到1162年中 他曾任殿中式御史 他任职时也是因为御史的身份被秦桧拉拢 最后依附秦桧 与忠诚合著交章论岳飞罪 另外 他还何处岳飞旧墓 即大理寺中欲想要轻判岳飞的很多人 而他之所以被人从岳飞墓前挪走 并不是因为对他有何误解 而是因为他身份不高 对岳飞的去世 虽然有影响 但是并非决定性人物 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呢 岳飞墓前的铜像 在明末清初时 一个官员在原本四人的基础上 又给岳飞庙增加了一个跪项 这个人就是罗汝吉 因为他在岳飞案时 用文章声讨岳飞 是毒蛇害人 而雍正年间 当时的浙江总督李卫 在重塑铜像的时候 觉得和另外几个人相比 罗汝吉不够资格决定案件的走向 崇齐亮是个帮凶 于是就把罗汝吉的跪项丢弃了 杭州西湖岳飞墓前 原本跪着五个人 现在少了罗汝吉 只剩下了秦桧夫妇张俊 万四谢四个人了 不过在其他的一些地方 跪着的人并不全是这四人 不过无论怎么少 秦桧夫妇都是少不了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秦桧是岳飞被谋害这件事的罪魁祸首吗 当然是 不过还有一个更为可恶的人 他就是下令处决岳飞的宋高宗赵构 所以最该跪下的人应该是赵构才对 作为一个皇帝不能任人为贤 不能明辩中奸 以奸臣为忠臣 以忠臣为宁臣 这样的宋朝又怎能不灭亡呢 岳飞的去世不值 却永远被人们惊重 秦桧等人虽然大多数得到了善终 但却永远被定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不得动弹 这或许就是历史的公正性吧 正所谓正义和公道自在人心 对此您怎么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有什么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